而,类药物,就是通常我们控制高血压,常用的沙坦类药物,如鞋沙坦,绿沙坦,恶贝沙坦,替米沙坦,坎的沙坦等。 这类药物副作用小,降压效果强,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降压药物之一。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下沙坦类药物。 沙坦类药物的特点和服药注意事项,而沙坦类降压药,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血管紧张素二受体组织剂,与铺利类药物不同。 沙坦类药物直接通过解抗血管紧张素二受体,从而达到扩张血管,减少血流阻力,从而达到降压效果。 这类沙坦类的药物,不但可以扩张动脉血管,还可以扩张静脉血管,因此是一种作用良好的降压药, 同时还有改善其他疾病的良好作用。 沙坦类药物最好,但服药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,今天就来给大家简单说几条。 一、沙坦类药物降压作用与服药剂量息息相关。 三、在初次服药时,通常建议选择推荐剂量的低剂量服用,如果服药初期降压效果不好,不要急于加大剂量,沙坦类药物服用二到四周后,才可以达到最佳的降压效果。 因此,如果服药超过一月,仍然降压效果不良,可以考虑合理加大服药剂量或合有其他降压药物。 二、沙坦类药物对于降压药物的联用,也是很好的药物,如沙坦类加洛尔类, 如贝塔勒克,沙坦加地瓶类如氨氯地瓶,沙坦加利尿剂如氢氯塞瓶,那都是很好的用药组合,可以有效性调降压的同时,还能够抵消某些药物,可能产生的副作用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您原先服用利尿剂,如果想要加服沙坦类药物,一定要先纠正血容量,轻浮或减量服用利尿剂药物,再服用沙坦类药物,以减少体位性低血压发生的几率。 三,沙坦类药物通常负作用发生率较低,但服用沙坦类药物期间,也要注意高甲血症,血管神经性血肿,手机低血压等问题的发生,特别是同时服用补甲药物或保甲利尿剂的情况,更应特别注意,而沙坦类药物适合哪些类型的高血压患者服用? 而沙坦类药物,临床上应用广泛,很多合并其他问题的高血压朋友,都可以应用沙坦类药物控制血压,并有助于改善其他疾病情况。 简单说几个,一,糖尿病合并高血压,对于糖尿病人的高血压,服用沙坦类药物控制血压,能够改善预导素抵抗的情况, 同时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和能减少糖尿病引起的蛋白疗问题,延缓糖尿病的肾损害进程, 二,左心式肥厚合并高血压,临床研究发现,沙坦类药物不但能够降血压,还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脏虫垢,减少左心式肥厚,引发的触重几率。 三,情动脉内膜硬化合并高血压,沙坦类药物能够延缓紧动脉内膜硬化的进程,有效的减少促重风险。 四,慢性肾病合并高血压,沙坦类药物也是这类人群的首选药物之一,沙坦类药物能够有效的改善肾血流量,在延缓病程。 改善白蛋白鸟方面,都有血肉的疗效,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有单侧或双侧生动脉狭窄的情况,要胜服沙坦类药物。 五,对于服用普丽类药物引起咳嗽身体不耐受的情况,可以考虑服用沙坦类药物来替代。 沙坦类药物引发肝壳的几率远低于普丽类药物。 六,高尿酸痛风患者,沙坦类药物也是很好的选择。 一般对尿酸代谢物不良影响,而绿沙坦类药对于临床伤害发现,有一定的酱尿酸作用。 但要注意的是,痛风患者,不要服用沙坦类药链尿剂的副方质剂,链尿剂可生高尿酸,诱发痛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